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 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 你行我衰的联合博弈 双方应该正确看待 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 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找到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 和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 这是对中国的严重误判 中美在经贸等领域存在一些竞争 但不能搞你输我赢的恶行竞争 更不能打着竞争的幌子 行恶制打压之石 剥夺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力 这不是所谓的负责任竞争 而是极不负责任的霸道行径 只会将中美推向对抗 将世界推向分裂 我想再次强调 美方不要幻想 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 中美两国必须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发展彼此关系 尊重彼此在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上的不同 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美方总是讲 中美要开展对话沟通 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栏兜底 中方对话沟通的大门是敞开的 两国的沟通也一直没有中断 沟通要解决双方的关切 要有实际效果解决问题 不能一边沟通 一边损害对方利益 不能说一套 做一套 中方在此敦促美方将拜登总统 做出的积极表态落到实处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方利益 停止对华遏制打压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排除障碍创造条件 推动中美关系 逐步重回稳定发展轨道